拜登批习近平不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是巨大的错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亲自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第26次地约方会议领袖高峰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并且表示他不担心美中会意外的爆发武装冲突 拜登在格拉斯哥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正尝试着要在世界扮演新的角色领袖世界的角色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旦不出席这算什么呢 拜登表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议题 他们却不来他们这么做怎么还能够声称要扮演领导角色呢 他接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一样 拜登表示中国不出席坦白的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看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报道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 习近平自2020年初爆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便没有出国 美国官员原本期待习近平亲自出席在罗马举行的G20峰会 并且与拜登举行首次面对面的会谈 后来美中官员表示两位领袖降于年底之前举行线上的会谈 不过拜登表示日期还没有最终的敲定 拜登表示他希望与习近平的会谈能够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大的可预测性 美中关系因为多方面的争执而恶化 包括人权议题和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日趋的强势 拜登表示我将明确的表示这是竞争 没有理由必须是冲突 他表示我已经向习近平表示 我不愿意在公开的场合这么说 我们期待习近平能够照规则办事 好再来看一下彭博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民企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在11月2号的时候指出 中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镇压 就永久性的改变了民营企业 文中细数了中国一年以来的镇压手段 并且直言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化冲击市场 彭博社表示中国政府一年前 开始对中国国内的最强大的民营企业 展开了全面的打击 冲击马云在内的各个科技巨头 让投资人和科技业者感到心寒 后来中方持续的加强反垄断 监管数据安全 让风暴从阿里巴巴 蚂蚁集团延烧到了腾讯 滴滴等其他的公司 中国的打击行动引发了抛售潮 让中国股市一度蒸发了1.5兆美元 随着中方每一次的新调查 新颁布的规则或警告 都让中国股市经历了剧烈的波动 中方现在的打压活动有放缓的迹象 但是民间企业自由成长的美好时光 似乎已经结束 迎接与中共更加接近的新时代 来自彭博社的报道统计表示 中国2020年11月份 打击蚂蚁集团 祭出了新的反垄断规则 同年的12月份调查阿里巴巴集团 马云在这段时间消失 直至今年的1月份才首次露面 中方2月份的时候确定了反垄断的规则 3月份的时候打击腾讯 4月份的时候对阿里巴巴寄出了巨额的罚款 而在5到6月份的时候 中共成立百年之前 打击民间企业的相关活动 似乎有所放缓 不过在今年7月份又爆出了 打击滴滴民间的补习班等些事件 8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 接着规定中国小孩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9月份的时候爆发了恒大集团的危机 部分中国政府打击民间企业的事件 也牵动着美国股市的涨跌 彭博社强调指出 中国打击民间企业 引发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外界正在密切的注意北京的下一步行动 中方对于企业的审查 对于重塑行业有重大的影响 推测未来几个月可能会进一步的变化 冲击市场 好 再来看一下戴琪表示 将全力的阻止中国钢铁进口冲击美国 来自美国定的报道指出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 美国政府将阻止中国钢铁产品的进口 对美国钢铁产业和市场造成的损害 提振美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 戴琪在11月2号出席美国钢铁协会 和美国钢铁制造商协会 在华盛顿举行的大会 并在讲话当中做出了上述的表态 戴琪在讲话稿当中指出 提振美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 是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实现的要目 而美国钢铁产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 戴琪表示 中国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最大驱动力 而且向其钢铁产业注入了数十亿美元 损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地钢铁工人和利益 拜登政府正努力的降低多年以来 中国钢铁产业通过不公平的竞争 对美国钢铁产业造成的冲击 美国政府周末与欧盟达成的钢铝关税协议 除了恢复部分欧盟钢铝产品的免税进口之外 还处理来自中国的全球产能过剩的挑战 同时强化执法机制 防止中国钢铝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渗透 戴琪表示 中国的钢产量过去二十年以来猛增 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每年超过十亿公吨 占全球钢产量的近百分之六十 这是不可持续的 他上个月公布了美国政府重新调整 对中国贸易优先要务的愿景 保护美国工人和商业的利益 加强美国的中产阶级 戴琪表示 拜登政府将尽全力阻止中国钢铝产品进口 对美国产业和市场造成的损害 提振美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 他表示 我们将就中国的产业政策 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接触 但我们也要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 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多年以来不公平竞争 造成的一波又一波的损害 他表示 我们需要准备动用所有的工具 并且探讨开发新的工具 包括通过与其他的经济体和国家进行合作 再来看一下华为出售X86伺服器 郑州国企是首要的买家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来自彭博社的信息显示 根据知情师的话披露说 华为在被列入了美国贸易黑名单 难以取得英特尔的出力器之后 已经就出售其X86伺服器业务展开了深入的谈判 这是华为受到美国制裁的最新打击 中国媒体新质讯曾经报道指出 2018年华为的X86伺服器 全球营收为55.7亿美元 该交易形同华为的此项业务的营收将归零 彭博社报道指出 华为将出售该业务给一个财团 而财团成员至少包括了一个政府支持的买家 消息来源透露表示 精确的交易价格不明 但是可能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一名知情师表示 近几个月数个政府和民营部门的潜在买家出现 郑州国企河南信息产业投资公司 一直是华为伺服器部门的伙伴商 将是首要的买家 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 华琴通讯技术公司 以及湖北省资产管理公司等 皆参与了相关的谈判 目前不清楚这些公司是分别竞标或者为相同财团的成员 华为对相关的消息不予回应 潜在的买家也对询问不发表评论 华为一度是中国行动手机和通讯设备的国家冠军队 自2018年川普政府开始全面打击华为以来 该公司被迫整顿业务 一年前华为出售手机品牌荣耀给深圳政府为首的一个财团 因为美国禁止高通等些美国企业提供5G晶片等一些特定的元件给华为 该出口限制造成了华为重大的财务损失 华为的报告指出 其第三季的营收重挫38%至1350亿元人民币 为连续第四季销售下滑 X86伺服器不是华为的核心业务 华为已经为其云端运算业务开发了自由的伺服器 再来看一下北京澄清备战囤货表示是为了抗议做部署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中国商务部在11月1号的晚上发出了通知 提到了鼓励储存必需品以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 引来了有关备战甚至是攻台的解读 10月2号中国的商务部的官员澄清 这是基于菜价上涨疫情等做出的工作部署 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财经以及人民网 在11月2号的晚上分别发出了对中国商务部官员的采访新闻 对网友的各种揣测以及不安做出了澄清 中国商务部消费促进寺的司长朱小良表示 商务部专门印发关于做好京东明春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 目的是督促各地严格的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加强货源组织畅通产销衔接 提前采购耐储蔬菜与基地签订蔬菜供货协定 他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各地生活物资货源充足 供应应该完全有保障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的副所长 关立新表示 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给和评委运行 是商务部的重要职责之一 他表示商务部每年都会例行的发布消费市场保供稳价的工作通知 他说这一次通知基于今年秋冬季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蔬菜价格波动上涨 以及2019新冠状病毒疫情多地散发 反生婴现象可能升级等些情况 提前做出了工作部署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保障 京东明春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充足 报道指出 中国商务部在11月1号的时候在官网当中 发布的关于做好京东明春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当中要求 北方省份按照完成本年度 冬春蔬菜储备计划 南方省份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完善蔬菜储备 及时投放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 补充市场供应 充分利用大型连锁商贸企业网络的优势 保障商贸供应网络正常运营等等 不过其中一句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求 却成为了中国众多媒体报道的标题 一夜之间热传引发了网友种种联想和讨论 再来看一下岸田文雄会拜登确认何为中国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正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1月2号的晚上 在会场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简短的会晤 这是岸田文雄上任之后首次与美国总统面对面的谈话 综合日本媒体NHK以及独卖新闻的报道指出 正在英国出席气候峰会的岸田文雄 在11月2号的晚上与拜登进行了简短的会晤 双方确认将进一步的加强日美同盟关系 未来两国将密切合作 应对围绕在中国和朝鲜的地区稳定和气候变迁问题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这是岸田文雄上任日本首相以来 首次与拜登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而今年11月4号成为日本第一百任首相的岸田文雄 隔天也就是10月5号的时候 既与拜登隔海通话 当时便定调继续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方针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